今年的农历新年 国人不再需要就地过年 除夕团圆饭也不再局限于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家人一起享用 游子能够跨州越县和远方的亲友团聚 欢欢喜喜庆团圆 不过这个疫情还没远离 各国的国境管控依旧严谨 让身处异国异地求学或者工作的游子 还是没办法的轻易踏上回家的旅程 是的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被私钦 承载着人们对团圆念想的除夕夜 如今更是背负了无数人的思想情怀 今天的牛词一年狐狸全开专题 就一起听听游子们心中的那首思想曲 我们不会一定要回家过年 因为亲情嘛 他并不会说因为一顿团圆饭不吃 或者是不在一起 可能就会变得疏远 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这时候的燕隆坤应该在中国辽宁和家人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 而现在身处台湾的朱军林应该也会像往年一样 启程回到家乡槟城过年 然而这一切都被猝不及防地打乱了 这一乱就乱了两年 两年前应该是2019年了 19年底 对 当时又回到国内去过新年 今年因为疫情的因素吧 导致国内就是现在可能管控也比较严格 然后回去需要隔离的时间也比较久 然后可能需要至少三个月的时间 往返的路程 所以可能公司会安排 合理安排一部分同时回国 然后可能如果有一部分会在港 然后留任检守岗位 哇 嗯 待了多久 有两年了吗 嗯 我觉得应该是有两年了 没回家 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防疫规范 就是像是台湾满年隔 然后你回来之后 你要14天就是在旅馆里面隔离 然后7天就是自主隔离 那加起来就21天 那我的假期只有9天 千里之外 如此想要团圆 也只能隔着手机屏幕 和家中亲人联系 虽然无法团聚 但是至少让家人看见自己安好 对彼此都是一种慰藉 只是在万家灯火的团圆夜 被迫缺席 心里难免感到遗憾和愧疚 我的孩子是去年的2月份出生的 当时也是因为疫情的因素 导致没能及时地回去 然后后来是10月份的时候 回去过一次 说实话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出为人父人母 可能也不是说特别会照顾孩子 但是可能因为我也不在 他自己一点一点地学会了 怎么去照顾孩子 怎么去喂养孩子 然后生活上一些琐事很多 但是他一个人也都是自己坚持下来了 也没有太多的怨言对我来讲 就是看那个视讯的话呢 就感觉上没有稳度 然后我就还是比较喜欢有稳度啊 可能就是拍拍肩膀啊 然后面对面讲话的感觉 只有在新年期间呢 你所有的亲戚会聚集在一起 我觉得很难很难 特别是工作之后我才知道 就是时间多么宝贵 然后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空虚 我觉得开心的时刻还好 但是有时候可能你开心完之后 那个空虚感 你就会觉得就很深啦 那个空虚感 或者是你遇到困难 然后真的一直解决不到的时候 然后也没有人安慰啊 没有家人在身边 我觉得那时候就会想哭 虽然错过了今年的除夕团圆 但游子心中还是充满期盼 希望不再缺席明年的新年 好好弥补不能和家人团聚的遗憾 新年快乐 明年给自己的目标是 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家过年 我只是想要就是跟家人一起吃饭 就是可能我下厨 或者是我们出去外面 然后我请大家吃饭 毕竟我在这里 我觉得我学了几个拿手好菜 然后我想要就是做给我家人吃 希望在明年的新年 可能我们一家人可以开开心心 团团圆圆的在一起 不管在马来西亚还是在中国 我们的心都是在一起的 因为亲情嘛 他并不会说因为一顿团圆饭不吃 或者是不在一起 可能就会变得疏远 因为这个亲情的是 没法割舍的一种关系 他真的能吃得光光 是的 亲情是难以割舍的牵绊 在这个除夕夜 无论你身在何处 是否已经和家人享用了团圆饭 只要心系彼此就是团圆 期盼疫情之后 无论是新年或任何时候 只要想家 人人都能回家 只要有心家家都能团圆 八度空间正硬 专题报道